所罗门王 大魏之死 第一个以色列王国的帝王 耶路撒冷第一圣殿的建造者 根据圣经记载 所罗门王不但是史上最有智慧的国王 也是最富有的 但他的财富是怎么来的呢 传说他有大批的金矿跟铜矿 但是他们在哪里呢 考古学家试图寻找所罗门王存在过的证据 但一无所获 目前除了圣经以外 没有任何所罗门存在过的证据 现在 约旦的沙漠中发现了 深达岩床30公尺的矿坑 还有古代野矿的鱼基 这里有工业规模的生产基项 一层又一层 这些就是所罗门王的宝藏吗 这些是当年矿工的遗骨吗 最后 关于所罗门王时期的新发现 古城与首次出土的古西伯来文文献 为这位圣经里的国王的真实世界 提供线索